介绍完之后呢我们再去实战一下这个Copilot 我们看一下它怎么样去帮我们去智能的去写代码 好到我们的VSCode中 在这里面呢我们新建一个test.js的文件 我刚刚新建的 这样呢其实我们直接去写注释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先做一个最简单的示例 就写一行注释写上冒泡排序函数 然后直接回车 大家看它就会出来一行灰色的代码 对吧但是光标在前面闪烁 好然后你如果说不需要那怎么办呢 直接删除 这个时候如果你需要呢 把鼠标放上之后呢 它会有一个提示叫accept是type 就是type键左上角那个type键 好让它去帮你写上了 写上之后然后你可以接着回车 然后让它接着去帮你写 哎你看又是出来了是吧 这个时候还是如果是不需要点删除 如果需要点type键 好然后这个时候 这个购买排序这个函数就已经写完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好这个时候 你还可以点这个 比如说我们删掉 回车 到刚才的状态你可以点type键直接去接受 对吧你还可以点这个control control加回车 好右侧呢会加载出一系列其他的方案 你可以去选择 稍微等一下啊 好这个suggestion1 suggestion2 suggestion3 就是它会有很多个其他的方案供你选择 然后你可以选择你需要的方案 如果说你bring的方案的话 当然了这种比较简单的这种函数呢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好然后这是一个函数对吧 你还可以写很多常用的 比如说手机号的正泽北达氏 你看他还可以给你补充这个注释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点type键 好然后回车 哎对吧 啊然后他就生成了一个正在北达氏 这个时候其实不用你去查任何正在北达氏 比如说我们再写一个 用户名的正泽北达氏 包含字母数字下滑线 数字啊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点回车 哎你看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对吧 好我们把它删掉啊 这种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子 看一个更加贴合我们实践的例子 就是这个Axos Axos呢大家都知道啊 用view用react都会通过Axos做一些 Axos的一些请求 Axos呢我们一般有时候可能会为他配置一些拦截器 具体什么是Axos或什么是拦截器 如果说你不明白的话 那可以私下再问我 添加拦截器 为Axos添加拦截器回车 好我们点type键接受 接受之后呢继续回车 他会继续帮我们写 然后点type键接受 好让他继续写 回车 好这个时候回车 他会帮我们把这个括号给补上 可是呢我们需要自己再调整一下 好这就是一个拦截器的一个基本的一个page 对吧这是request的拦截器 我们继续回车看一下 你看他会自动帮我们去加这个response的拦截器 对吧一样的 好 然后继续回车 好 这样就写完了 格式的稍微自己调整一下 OK 然后我们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拦截器就写完了 request和response 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工作 比如说添加header头 就是只要你写出一些注释 注释如果写的稍微详细一些 他就会帮你去根据这个代码的上下文 给你代码的情况 然后去帮你生成其他的代码 好这是一个axos拦截器 这个例子非常贴近我们的先生开发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写一个 我们在components里面写一个 helloworld.view 在这里面 我们去写一个 script 写一个view的组件 template 好 你看他自动会把我们生成一个helloworld 对吧 在这呢我们可以这样写 使用refer 定义 list 然后iterm iterm就是list每一项 iterm的数据结构 是什么呢 是id name 还有dom 看他怎么定义 你看 list refer 当然这个refer 我们需要去引用一下 我们直接写import 看他 他会帮我们自动完成这一行代码 他知道我们需要这个refer 对吧 然后回车 然后type键就可以了 这个list就是刚才他们帮我们定义的 然后refer里面是一个数组 然后id name 这个吃饭睡觉 打豆豆 这是我之前在写代码的时候 经常用的一个例子 所以说呢 他可能会分析我其他的代码 然后呢就帮我们填上了这个原始的数据 然后我们在这可以再接着写注释 在view里面写注释 循环list 循环不是训练 循环list 显示iterm信息 直接回车 换行 好 你看他快速的帮我们通过v4 来去循环这个list 并且去显示这个信息 然后帮我们把这个ul这个标签给补全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用他来写js代码 以及用他来开发view组件的话 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而且他写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啊 还通过checkbox来去显示这个iterm.down 以及通过iterm.down呢 来去通过样式来去显示这个name的不同的样式 有的删除线或者说没有删除线 已经说是一个非常智能的一个工具了 而且我们写的时候呢 他会猜测我们的意图 帮我们去生成代码 帮我们去补全代码 好 我们就举这几个例子啊 最简单的这个mama排序 以及正在表达式 以及这个axos拦截器 以及这个简单的view的一些数据定义和循环 但通过这几个例子 大家应该能体会到这个copilot 对我们的代码的价值是什么 就是如果是一些普通代码 我们手起的话可能比较费劲 当然用它来生成的话会非常的简单 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课程中 我们这个未来要做的这个项目吧 有90%的代码都是通过AI工具生成的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当然我们后面在做的时候呢 也不仅仅会用这个copilot 我们还会用chdpt来去帮我们生成代码 这个后面做项目再说 好总结一下操作啊 删除键呢就是不接受对吧 然后tab键呢就是接受 然后呢这个control加回车啊 就是查看更多方案 小杰一下copilot 它是微软github出品的啊 智能生存代码 然后收费 但是呢也可以免费试用 希望大家去试用起来 然后实在可以根据注释生存代码 当然也可以去猜测你的意图 去补权代码对吧